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在北卡罗莱纳州森林某树,居住着一家三口 父亲杰克,姐姐叫伊娃,妹妹叫奈儿 母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从此三人相依为命,在这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随着两姐妹的成长,姐姐追随母亲的道路,喜欢上了跳舞 并为接下来的面试准备着 妹妹奈儿则听从父亲的话,看书学习,考一所喜欢的大学 这晚,家里面却突然停电了 两姐妹其实早就不想住在这个地方了 他们就开始向父亲抱怨 第二天,他们驱车来到了城里才发现,城里也停电了 原来,这个停电是全国范围内的大停电 他们来到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 发现整个超市的货架差不多都是空空如也 没了供货,卖一份就少一份 好在热心的银行员提供了一桶汽油 还赠送了一箱压仓库的蜡烛 尽管十多天的停电很糟糕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店里肯定会恢复的 回到家以后,父亲说他们还能撑一撑 因为家里面有自己养的鸡,也有自己冲的菜 可是日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 父亲在一天拒数的时候,不小心出了意外 失控的机器割伤了父亲的大腿,伤到了大动脉 没了电,手机不通,也叫不了救护车 姐妹俩只能一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 失血过度而亡 不过,父亲临终前留下了遗言 希望姐妹俩能互助互爱,同舟共计 尽管失去父亲的这一重大变故,让他们很伤心 但日子还得继续过啊 停电了两个月以后,姐妹俩重新振作了起来 一娃重新站在练舞室跳舞,但没有音乐 跳起来也没有什么劲儿 于是想用仅剩不多的汽油来发电 然后听着音乐练习跳舞 妹妹奈儿显然不同意 这桶汽油应该留下来应对突发状况 于是两人不慌而散,打起了冷战 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最后气得姐姐用步把自己的房间遮住了 也不跟妹妹说话 日子就在漫无聊赖的时间中度过 凭借着父亲养的鸡和留下来的大米 勉强度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不久,妹妹的男朋友艾伦来家里找他了 艾伦走了好几天的山路找了过来 通过艾伦之后,他们才得知 外面世界由于停电,早已乱了套 社会秩序崩塌,还有各种谣言四起 没了手机,没了网络,没了霓虹灯 没了电力所提供的一切 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垃圾城 对奈尔来说,艾伦的到来更多还是喜悦 两人关系进展迅速 甚至在森林的小树屋还踏出了关键的一步 不过,姐姐伊娃还是泼了冷水 问她艾伦什么时候走 因为食物本就不够 现在又多了一张嘴 重要的是,告诫奈尔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 没想到,这晚两人在腻歪时 艾伦却突然说,东海岸已经恢复了电力 希望奈尔能和她一起徒步前往东海岸 奈尔心动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谣言 但奈尔还是劝伊娃跟他们一起去 因为待在这里迟早是等死 伊娃生气了 从这儿到东海岸的城市得走八个月 在路上吃什么,住哪里 更何况,如今社会乱了套 万一在路上遇见危险怎么办 尽管没能说服伊娃 但奈尔还是坚持收拾好行李 告别姐姐和艾伦上路了 他们走了一天,天黑了就在森林暗影扎寨 第二天醒来,奈尔却反悔了 他想起父亲临终说的话 两姐妹应该互相帮助和扶持 于是和男友艾伦告别,踏上了回家的路 奈尔拼命地跑回了家里 大声喊着姐姐的名字 两姐妹站在屋檐下抱头痛哭 停电八个月后 两姐妹互相帮衬同舟逛季 在森林里继续住了下来 由于缺乏食物 他们就利用书本知识在森林里找一些椰果野菜吃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在一天晚上,两人拿出了一瓶红酒 开心地喝了起来 兴起之余还用紧身的汽油发电 房子里终于有了电 他们看着以前的家庭路相待 回忆着以前一家人的幸福时光 可意外再次来临 这天,奈尔去森林里寻找食用的果子 而姐姐伊娃独自一人在家里劈柴 失序的社会 人们开始释放内心的恶魔 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一名男子出现在伊娃的背后 趁他不注意从背后袭击了伊娃 柔弱女子哪是他的对手啊 很快就被他侵犯了 临走时还拿走了汽油 开着车扬城而去 从那以后 伊娃变得忧郁起来 奈尔开始用木板封闭房子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伊娃觉得好一点 住得安心点 睡得踏实点 奈尔为了让姐姐走出阴影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整天拿着枪守在他的身边 还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 经过一段时间后 伊娃渐渐地重新振作了起来 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件痛苦的事 但更可怕的是 伊娃开始出现妊娠反应 她很不巧 还是怀孕了 可意外的是 伊娃不想流产 她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奈尔很不理解 在这个时候生下孩子 还是坏人的孩子 姐姐到底想干什么 伊娃说 大人的事 不应该牵扯到无辜的生命上 于是 坚持要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奈尔说不过姐姐 只好同意 从那以后 奈尔经常翻阅书籍 学习怀孕方面的知识 以前手无腹肌之力的奈尔 为了姐姐的健康和营养 奈尔爬到树上 拿着枪对准野猪 却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 但最后结果是好的 她成功地猎杀了一只野猪 奈尔看着书 学习肢节猎到的野猪 还制作了肥皂 把猎到的野猪肉 用盐腌制了起来 忙碌一番后 两姐妹总算吃上了一顿好的了 几个月后 伊娃林盆七如鱼而至 由于家里年久失修 再加上当晚下期的暴雨 家里的房子开始摇摇欲坠 无奈之下 奈尔收拾了行李 带着姐姐来到了森林的小树屋 在奈尔的帮助下 伊娃如愿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有了孩子 年久失修的老房子 不再适合居住了 充满梅味的房子 显然更不适合孩子 并且伊娃也担心 外面的坏人会顺着路发现房子 这给他们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伊娃决定烧掉房子 带着孩子和奈尔躲进森林里 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为了说服奈尔同意自己的主张 伊娃说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话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千年 一路风风雨走到现在 漫打漫算 人类使用电力的历史不到几百年 没了电 人类就不会生存了吗 显然这个理由很好 很强大 于是两人开始收拾东西 在放火烧掉生活多年的老房子后 躲进了森林的小树屋里 过上了原始的生活 本篇是森林深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全篇观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